常年靠海为生的东海岸阿美族人竟然会出现有吃鱼还中毒死亡的意外 当地的居民感到不可思议 这位幸运捡回一命的阿美族的男性表示 在他要喝鱼汤之前 其实已经发现鱼汤好像出现了酸酸臭臭的味道 有没有可能是因此中毒 相关的检体也已经送往卫生单位检验 躺在病房内 法吉的关节与脚还是出现酸痛的情况 他实在没想到从小吃到大的鱼居然可能会中毒 以前是那么好的鱼 这个鱼怎么会这样 我们的想法没有想到这个鱼是会变的 20号上午包括白手连鱼 鸡灰部落四位阿美族人 在港口内合力将捕捉的鱼拉上岸 在平分中午回到家中 62岁的甘纳斯将捕捉来的三角鱼 也就是俗称的切拉纳煮来吃 突然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 他66岁的哥哥也在吃过鱼后 症状更严重 送医之后不治 哥哥是昨天半夜送来的时候就高血甲 血液里面甲一直浓度过高 那有造成这个心律不整 呼吸急促 那我们这个尽力跟他救治 他还是很快就不幸往生 吃鱼却丢掉一条命 对靠海为生的海岸阿美族人来说 感到不可思议 跟甘纳斯一起抓鱼的同侪 也感到无法相信 昨天早上就在这边放 那中一叫三角鱼 然后我差不多抓十分钟很多了 然后我拉上来在这边 在这边甩那个网 这样而已 哪知道吃的人出问题会中毒 喝那个汤就不一样 好像那个放很久的那个汤 不是我们吃那个煮好的时候 没有放到很久 那个汤好像有一点酸了 做掉了 医师表示身体中毒血液会出现高血甲现象 究竟是吃下三角鱼中毒 还是鱼港水域遭毒污染 卫生人员上午前往了解 发现港内还有活药的鱼群 初步排除污染可能 而是否是鱼本身有毒 目前族人所吃的所有食物检体 已经算往检验 需等待化验结果出来才能厘清真相 接着少人法务小门打胜台东采访报道